律回春回见,万象史更新,2018年,正值北宜三院建院60周年,职工有话要说,赫北,1988年入职北宜三院,现任北宜三院呼吸内科主任,呼吸疾病中心主任,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病学系主任,我的成长经历,1993年至1996年,在美国完成了临床基础研究工作,我的主要研究领域, 被乱性气到了严正性疾病,肺部感染,兼致性肺疾病,回国后立见大内科和呼吸内科副主任,执政科副主任和主任,医务处副处长,任党助理,2002年至2003年9月,日北一三院党委副书记,2003年9月至2013年1月,日北一三院党委书记,2006年至肩片呼吸内科主任, 2014年至肩片呼吸疾病中心主任,2018年4月起,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病学学系主任, 辉解,突不去的一段记忆,面对突然来临的疫情,面对一种医务人员患病和随时可能发生的院内感染, 面对一种新的疾病,年轻的院领导班子,那些行政型班子,刚刚上任不到一年,表现出了团结坚定,尊重科学的精神, 在陈仲强院长和贾建文书记的带领下,改造并设置了独立的诊治空间,每天晚上召开礼会,沟通并讨论处理一间中发生的问题, 来院肺炎患者共300余例,诊断非典患者140余例,其余就是非典型肺炎了,就是非病毒性肺炎了。 后来有患者和家属回来感谢我,说他们在那时来三院是十分幸运的,获得了准确及时的救治, 正是北一三院发展中的非朝时刻,非典期间,三院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却, 我改出最深的是非典,解验了每一个医务工作者,在影视于有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下, 退却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,但也是难以原谅的,因为总要有人站出来履行医生的职责和义务, 这个团队所有医生在那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,是那么自然,又是那么令人刻骨铭心。 在2003年,北一三院人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奉献书写着医者人心, 糖品质激素是双热界,特别是在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情况下,更不应常规使用, 但在那个时候,面对一个新的疾病,如何诊治,如何使用激素,如何使用机械通气,开始使我是迷茫的, 同时,也有很大的压力,非典过去15年了, 我想告诉准备,投身医学的年轻人,都应该有医学现身的准备, 经历过非典的我们仍然坚信,医生的职业是崇高的, 本北一三院呼吸内科贺费,是魏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